美国人造热公司Bland Meat已经申请进行首次公开募股,计划融资1亿美元,Bland Meat的个人投资者中大咖云集,包括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,著名影星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,以及麦当劳前任首席执行官唐唐普森德。 今年来,以人造肉技术为代表的食品科技行业,在硅谷成了投资热点,马上,这股热潮有望席选华尔街。 目前,人造肉的大体思路有两条,一是从豆类、小麦等植物中提取蛋白,磨米肉的口感,加工程和肉类纤维口感相近的素肉,二是从动物身上提取干细胞,在容器中加入氧气、糖和其他营养物质进行培育。 Beyond Meat属于前者,在利用新的技术和手段后,Beyond Meat的人造肉吃起来和蒸肉差不多。 公司称,自2016年以来,其人造肉汉堡已经售出了数千万份。 其官网强调,与普通的牛肉汉堡相比,他们制作的人造肉汉堡能在生产过程中, 节约99%的水、93%的土地、90%的排放以及46%的能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